一種世界上最平常、最渺小的昆蟲 但卻擁有令人類驚訝的價值 它生命力頑強 繁殖數量驚人 品種遍佈世界各地 自恐龍時代 它們已在地球上爬行 組織龐大王國 這種看似微不足道 沉上不過的小生物 螞蟻 竟然能製藥醫病 為無數不能根治的月形肝炎 和濾風濕性關節炎病者 帶來一線曙光 這裏是南京金陵老年病康復醫院 外表和一般中醫院沒有分別 但每天都有無數病人 將診症室逼得水舌不通 有部分病人來自市內 亦有人千里迢迢跨州過省來求醫 甚至亦有來自海外的病人 當中大部分人患上雷風濕關節炎 在我們採訪當日 剛好遇上遠道由懷陰而來的陳女士 十多年來 她不斷被手腳風濕痛症困擾 女醫無效 原本從事包裝工作的她 唯有提早退休專心醫病 對您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之前就是不能蓋火 不能上班疼痛吧 種火都不能蓋 都不能拿東西 種的東西都不能拿 都不能拿 那這個腿走路的情況呢 腿走路都是種的 種的地方疼痛 腿都腫起來疼痛 腿都腫起來疼痛 哦 這樣子 病發的時候 陳女士渾身時痛 手腫腳腫腫 走每一步路都要靠丈夫幫忙 生活起居都必須依賴家人照顧 那您來這邊之前呢 到其他的醫院也經過許多的治療 他們都是用一些什麼樣的方法呢 有的是吃的食物 有的是吃的重點 都是沒有打 那還有呢 就是在治療方面 用一些針啊 藥啊什麼的呢 用那些啊 針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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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電流 還有電流 對 電流 針灸都沒有 方小姐患有強植性脂柱炎 這個病折磨了他十幾年 最嚴重的時期 要曲身彎腰走路 全身腫痛 從事營業員的他 只好持宮養病 當時你爸發病了之後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疼 疼 然後最後就是不能 生活不能自理 疼到這種程度 那就是疼了之後 生活不能工作呢 發起來工作 生活都不能自理 談得上工作 工作也不能做 對 完全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影響 對 對 陳女士和方女士 是無數求診者其中兩位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願望 就是這裡的主診醫師 吳智成教授 所創的螞蟻治療 可以治好他們的多年環質 吳智成教授 有螞蟻王之稱 研究將螞蟻入藥醫病 有幾十年時間 他行醫五十幾年 致力發展一套有效而獨特的治療方式 消除病患者的痛苦 他和螞蟻的姻緣 始於年少時代 當年年僅十二歲的他 已經立志要做醫生 於是加入軍隊做醫療跑腿工作 偶然認識到螞蟻的藥用威力 在部隊當衛生員 留審戰役 48年的時候 當時我們的條件 補助國民黨 我們有好多 他療程戰役的時候 我們傷亡比較大 嚇得大筆什麼員 他這個傷口都化能了 但是沒有藥 因為有些傷員的死血 他死血都需要補 像現在有條件 給輸血 輸液 那時候沒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就是喝這個群眾學的土耳 用螞蟻給這個腦水 腦水給洗傷口 完了以後 用螞蟻擀麵給商員吃 吃這個螞蟻能撞力 因為洗這個傷口呢 能夠消毒 戰爭時期 醫療藥物缺乏 原始民間醫療 往往發揮重大作用 也都是在這段時間 吳教授領患到螞蟻的多種療效 我們到廣西 到廣西去交匪 我們有好多戰士 得這個就是官捷員了 得官捷員跑不動啊 那不是現在平坦大道啊 還有爬山 就我們很著急 就是用這個螞蟻啊 它就是泡酒吃這個官捷員 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廣西的螞蟻啊 跟那個東北啊 和這個 跟江蘇的螞蟻不一樣 這個山上啊 山上有螞蟻 而且你在樹上 戰爭結束 吳教授專心醫學研究 心目中 並沒有忘記細小的螞蟻 當時 並沒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也沒有專書著作 它只能夠從古籍入手 原來 螞蟻用在食療方面 早已有三千年歷史 在本草綱目中 也有記載 螞蟻性平美咸 能保肝保腎 在古時 螞蟻是王族 和尊貴人士的滋補良陽 那麼螞蟻為什麼可以醫病呢 螞蟻醫病主要是 強身健體 增強引體的免疫功能 因為中醫講 扶正驅邪 你有這個疾病屬於邪 它扶正了 正氣內存邪不可幹 提高引體的免疫功能 提高身體素質的 所以說 它能夠驅除疾病 螞蟻不是以毒攻毒來治病的 螞蟻也就是一般來說 多數是沒什麼毒性的 你看他們常年有吃螞蟻 幾十年吃螞蟻 長壽老人 常年吃螞蟻 它主要是扶正驅邪 提高引體的免疫功能 螞蟻雖小 但是就有極珍貴的藥用價值 體內含有人體必須的八種氨基酸 又含豐富的鐵、鱗、鈣、尾身等抗物質 據吳教授說 螞蟻最有藥療功效的部分 就是喉嚨 能夠產生抗生素 抑制人類致病的尾生物 提高人體免疫能力 延緩衰老 袁女士 今年45歲 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 吳教授除了處方含有螞蟻成份的藥 復藥給袁女士 還配合穴位注射治療 針一口一口打上去 為了個病好 袁女士只好強忍 那你之前嚴重的時候 情況是怎麼樣的 直接走 就走 那活動什麼方便嗎 不是 走路呢 走不出來 工作呢 當然不出來 復育半個月 加上兩次注射 折磨了袁女士兩年多的疾病 有很專的跡象 那現在的情況呢 現在已經 現在有力氣了 手活動什麼呢 都已經可以活動自如了 最初接受治療的時候 原女士對螞蟻能夠自封濕病 都只是持有姑且一試的心態 但是現在親身感受之後 她對螞蟻產生了一份莫名的親切感 害不害怕吃螞蟻 不害怕 不害怕螞蟻 不害怕 過去你看到螞蟻會不會把它弄死 現在看到螞蟻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不得弄了 不會了 螞蟻在吳教授心目中 是一個微型天然藥物加工廠 它反覆研究 將螞蟻入藥 由於是口服的 所以一定要深入研究 採用無毒性的蟻種 它經過多年的臨床試驗 得出結論 在中國兩千多種螞蟻之中 只有三十分之一是有毒性 在研究的初期 吳教授受盡各方面的評擊 當時更有一名生物學教授 讚文登報 直指吃螞蟻 就等於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 此文一出 就令吳教授夢想不白之冤 上海三年前 就有個小船 有人吃螞蟻 它就是綠毒保健品公司 給它吃了純螞蟻粉 吃了不到兩個小時就死亡了 幾小時的螞蟻有毒 因為我研究螞蟻這個時候 也挺坎坷 那時候 這個研究螞蟻 這個文化大革命期間 我研究螞蟻治病 我也被關了 關了兩次 關了五年 當時沒有人研究螞蟻治病 就我研究螞蟻時候 我這個一段寫說 有很多的攻擊我 那時候我既沒有理論 也沒有人支持我 本著醫者父母心的精神 吳教授即使遇上重重困難 披擊和阻礙 依舊對螞蟻入藥理念 從未動搖 因為主要我這個心裡 主要是想到這個病 這個 這個 這個內風濕啊 這個病啊 叫不死的癌症啊 它有的很多 它很痛苦 得了以後吧 有的就是 終生就殘廢了 超過二年以後 即使不殘廢吧 手腳也變形了 也影響了勞動力 因為痛苦啊 它每天都得吃 是紫糖消炎藥 就知道是 這個 這個 目前來說 就是在國際上 也沒有什麼 特殊的一種藥物 對螞蟻藥療的一份執著 一份入迷 令吳教授走遍全國 尋找良種螞蟻 再用上十多年時間 做臨床實驗 兩位病人 一位月形肝炎患者 一位糖尿病者 服藥之後 病情同樣得到改善 下一節 繼續尋找隱世衣術 在中國 每十個人之中 就有一個是 月形肝炎大菌者 而有很多大菌者 又會在不知不覺間 轉化成為慢性月形肝炎 病者 往往會雙眼發黃 疲倦不堪 最後更有可能引致肝癌 目前 醫療界對月肝表面的 抗原陽性治療 仍然束手無策 即使服用西藥 療效也只熟一般 一次偶然的情況下 一個原本 只是找吳教授 醫療風濕關節炎的病人 在服食吳教授開的螞蟻藥之後 就連他的月形肝炎病 都同樣治好 令到吳教授發現 螞蟻也有養肝補腎的功效 今年62歲的陸先生 原本是南京市一間報館的新聞記者 年輕時候 他長年出外採訪新聞 缺乏時間休息 當時身體還未出現任何問題 不過隨著年歲增長 潛伏的病魔開始作祟 在九零年初開始 陸先生發現患上月形肝炎 每天都覺得很疲倦 雙眼髮黃 無法工作 唯有中日留在家畫畫解悶 月形肝炎屬傳染性病 即使是服食西藥 都只是暫時控制病情 因為我是搞新聞工作 我不能出去採訪 不能出差了 回到家裡來 還感到疲乏 老也想睡覺 同時因為這個病 是說有傳染的 傳染的家裡都很緊張 我就跟家裡其他的成員 就採取隔離出事了 這個傳染也是很痛苦的 由於不想長時期服食西藥 九三年初 陸先生向吳教授求醫 當時他對螞蟻能夠 醫病這個說法半信半疑 不過都依照吳教授指示 停食西藥 改服螞蟻藥蔥劑 陸先生對吳教授的信任 並沒有白費 最初按時每天衝服三次螞蟻粉 經過兩個療程 即是半年後 病情有所改善 一個症狀 租金租金就減輕了 人就感到有勁了 一個再去檢查 就是肝功能 有些指標 租金就正常了 慢慢的精神就變得好起來了 雖然陸先生 仍然是月形肝炎帶菌者 不過病情已經受到控制 而且沒有傳染性 多年來 他一直飲用螞蟻藥蔥劑 去保健身體 從外表看來 陸先生絕對不像患有月形肝炎 我自我感覺我的健康狀況 好像比一般人 我的同年人還要好 這個小小螞蟻很不簡單 這個 這麼一個小螞蟻對我們大人類 做了這麼大的貢獻 劉女士 今年55歲 患有糖尿病 引致腰椎腫痛 兩年來 一直服用含有類固醇藥物 去控制病情 結果 產生青光眼的副作用 走路也不行 就是發話 就是 天地在家 就是 婆婆花花 就是 就是 外面也不能去 就是 太陽光也不能做一件 就是 就是 電視也不能去 天地去做的 在不睡的床 在去年五月底 劉女士向吳教授求醫 開始一年三個月的螞蟻藥食療程 同時停伏類固醇藥物 手腫腳腫的情況 在服藥後慢慢減退 在接受治療多久之後呢 發現你的病情已經好轉了嗎 就是 吃了它這個 吃腹中藥 就變形就好轉了 吃腹中藥需要多久時間服用嗎 就是 一天一腹 一天一腹 那就是七天 對 七天吃肚子大概就好多了 難以想像 在去年年中 被糖尿病折磨得不似人形的劉女士 今天可以活動治癒 每天做家務做家務 做家務 十日上 吐司 都收拾 吃飯 就是打包吹馬甲 打包吹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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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穴形肝炎患者 陸先生 和糖尿病患者 劉女士 同樣因複食螞蟻製成的藥物 病情好轉 螞蟻品種不同 以營養成份 藥用價值 亦有所不同 為了掃尋優質藝種 吳教授 不怕千山萬水 路途左隔 走遍全中國 走上二十多萬公里的路程 目的 只是找出一種 無毒無臭 又能配合多種中藥的滋寶藝王 他這個 我們喜歡的一個品種 就是 就是 這個頂途多次魚 頂途多次魚 這個魚種 是比較普遍的 這個魚種 量也比較大 量也比較大 那它是 這個來源地 是什麼地方 現在這個頂途多次魚 它的一個 這個螞蟻 它這一個鼠 有二百六多種 就是廣西 雲南 還有 江西 湖南都有 全國幾千種螞蟻品種 遍布各地的 蟻巢、蟻穴 都是吳教授 苦心研究的目標 經它研究結果 多次蟻 絕對是 蟻界之中的滋寶良品 它曾經嘗試 用紅螞蟻入藥 但是療效 遠遠不及 一個蟻巢 雖然有 一千上萬的收獲 但是螞蟻細小 又有靈敏的觸覺 所以捕捉螞蟻 都是一門學問 你不是一個一個桌 一個一個桌 那你沒有多少 地下的螞蟻 它去搬運食物 你給那個 它走的路 路途的 走的過程當中 你知道它 它到哪兒去看著 有役路 它有一個路線的 給中間路線的 放一塊塑料布 放在外面西瓜 爆米 放在上面吃的東西 它就是 這個螞蟻會通行爆裂 你看它的東西吃完 它都來了 來了 來了以後 就把螞蟻大堆 弄了一個塑料布 把塑料布倒出來 放在上面 它有水桶 就放在水桶裡倒 這個螞蟻不會浮水 醃死 醃死以後 它就撈出來 還有那個 螞蟻洞 捉螞蟻洞 要捕捉野生螞蟻 護費人力精神 而且收獲 沒有一定保證 所以有人嘗試 設立養殖牆 但是據吳教授說 天然的螞蟻 比人工繁殖好 雖然養殖 比較方便衛生 但是野生的螞蟻 食肢天然 含豐富礦物 所以在近年中國 有很多養殖場 都相繼關閉 所以在中國 有很多人的螞蟻 大部分都失敗了 因為它能不能養活 能養活 但是它不一定能大量分子 另外做出來的藥物 療效也不及野生的 我們用了 我用螞蟻 用了可能是 有兩千多噸 我一年有時候都用了一百多噸 但是我都是野生的螞蟻 由選種 研究毒性 以至製成可以口服的藥物 過程艱辛而複雜 這裏是吳教授位於南京的 蟻粉製藥廠 為了保持衛生 在製藥粉的時候 工人會先將螞蟻 用紫外光消毒 然後將消毒後的螞蟻粉碎 並混入所需的中藥材 而最後就是控肝 也是最重要的程序 溫度要保存在80度左右 因為如果超出標準 就會破壞螞蟻的氨基酸 吳教授是現代研究螞蟻的先行者 他著重理論和實踐並重 由摸索階段 以至發展成熟 每一步都要自己去發掘 為了找出良方 吳教授對螞蟻的研究 從未間斷 吳教授有個習慣 就是每一早早 都會抽兩三個小時 來翻閱古籍 增加自己對螞蟻的形式 不斷將現有的螞蟻入藥 更新理念 將古老方法現代化 多年的心血 吳教授在螞蟻治療研究方面 作出重大貢獻 用上半生時間去研究 出國交流 螞蟻在吳教授心目中 比任何東西更為重要 雖然在中國 食用昆蟲來補身 並不稀奇 但是 要所有人都認同 螞蟻可以治病 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但是 始終多一種治療方法 病者就多一分希望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